您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赚的钱比父母还少吗 有新闻网站公布研究数据 和40年前相比 现在有越来越多年满30岁的千禧世代 还和父母同住 这群年轻人身上背负庞大的学贷和债务 根本没有能力买房子 年满30岁赚钱能力依旧无法应付物价的人 腐蚀皆是 从1945年以来 子女所得超过父母所得的比例一路下滑 1955年一度有七成的千禧世代所得超过父母 但是现在又有一半的30岁千禧世代 赚的比父母还少 学贷还不完 薪水又不高 让千禧世代哭不堪言 这几年25到29岁年龄层的薪资不升反降 赚最多的族群反而是55岁到59岁之间的年龄层 看似前途无光 但是却又很多的千禧世代对未来抱持异常乐观的态度 他们甚至怀抱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 还有很多人认为等到36岁之后再开始存钱 存退休金也不迟 财经专家分析原因 很多年轻人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拥有大批跟随者的网红 靠着开辟YouTube频道 Instagram账号和产品业者合作 换取酬劳 专家警告 利用社群媒体影响力迅速致富的人只有少数 依照趋势来看 年轻人的赚钱能力还会继续下滑 古人云十年寒窗 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之 想致富先培养实力再说 今年暑假有许多学生前铺后继投入职场做实习生 为未来打基础 许多主秀机械工程和科技的学生 宁可放弃到矽谷科技公司 赚大笔实习生零用钱的机会 转而选择到密西根州的福特汽车实习 通用和福特汽车最近几年和Google 苹果等大公司抢实习生抢得超胸 有越来越多来自UC Berkeley MIT Stanford Harvard等一流大学的学生 选择到通用和福特汽车实习 去年通用汽车平均每26分钟 就雇用一名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全职员工 留用实习生做全职员工的比例非常高 这也是通用汽车吸引实习生的主要原因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